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组近期成果的一个会计 那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 那同时呢 这个活动也是World Group 关注全球CSR活动周的一环 公共法医事务所在1974年成立 那么新系公益实现法治服务社会 就是这个事务所创立47年以来的一个坚持 公共法医事务所在2002年 2020年把原本的新创级社会企业研究实务小组 改制为新创级社会创新法治小组 那到今年呢 正好是整整两年的时间 那这个小组本身是以一个定期的一个研修 还有不定期的活动 一直在关注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社会创新 还有新创相关的法治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小组所着重的工作跟其他 经常在关注CSR跟ESG 推广观念活动的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是 我们是特别着重在落实实务跟法治面的一个连结 那尤其是在各国的法治情况 国国的法治的落实 或者是企业或机构如何具体的来实践 这相关的一个作为 甚至包括政策建议的部分 是这一个小组特别着重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方面跟大家报告的是 万国法医书所1970年成立之后 在1988年因为深刻体验到国际法律事务的 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跟世界各国的优秀事务所 共同创办Broad Group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性的一个组织 来加强国际的一个交流跟合作 那目的呢是提供客户更优质的一个 专业的法律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组织是非常特别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这个组织在每一个法律的一个领域 只会邀请一个事务所来参加 那目前呢这个组织总共在91国 有61个事务所分布在全球 万国法医事务所是这个组织的一个 创始成员 那么33年来也是唯一的 台湾的会员事务所 那group跟万国法医事务所 非常重视CSR的法治 所以在这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 在全球同步的展开 关注CSR专题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是整个活动办理的一个初衷 那有关CSR法治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的是 虽然台湾已经提出这个口号多年 那有一些企业本身也在具体的落实 比如说早年公平贸易等等的一些做法 但事实上法治的观念落实在法律层面 其实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那大家比较注意到的是 2018年公司法的修订 把这个公益的概念 开始具体的引进法治的这个部分 我国的CSR的一个情况 就一般人的普遍印象来看 他仍然是会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观念倡议的一个情况 但事实上不然 因为台湾身为一个国际成员的一环 尤其是很重要的 是国际产业的供应链的一个成员 早就不能够置身在室外了 一部分的国家透过国际协议 举例来讲 比如说对于碳排放碳中和等等的要求 事实上都落实在国内法的部分 那要求他们的国内企业必须要遵循 台湾的企业身为一个贸易的伙伴 事实上是不可能置外于这些法规的一些要求 那也间接收到来自这些国家法规遵循的一个压力 民间企业是有看到这一点 那么政府其实对这个部分也没有置身事外 那刚才讲的是所谓的环境的这个部分 但是包括所谓的劳动人权 譬如说今年年初 大家有一点印象的像新疆园的这些事件 在在都显示 CS绝对不是观念倡议阶段的事情而已 那2020年开始 譬如说COVID-19的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那么很多人开始啊 从这个全球主义的这个浪潮 开始去回归审视永续的这个观念 联合国倡议的17项的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要怎么样要内化成企业的一个基因 来回应消费者的期望跟法规的要求 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以我国来讲就今年来看 在金管会执掌的 譬如说证券跟金融的领域 更是不断的见到CSR相关的法令 跟引导措施的陆续的一个推行 那我们今天请了各方面的专家 其实就是要把这一段时间 这个情况跟各位做出报告 那再次谢谢主讲者宇潭仁 还有现场贵宾 还有线上的一些观众 欢迎大家今天来一起讨论 跟交流 那我们今天也会进行这个线上的直播 那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把这个部分转发 然后把它做一个 tag一个朋友 那我们在会后 我们会把这本还蛮不错的一个好书 影响力投资 不只行善 还能致富用你的投资改变世界 这样子的一个书本 当作一个证题 那会后我们会做一个抽奖的活动 把它送出去 那我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 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所长 为你们说几句话 主持人林律师 各位主讲人 与谈人 现场的贵宾 和线上的与会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今天 时间好像很短 但是还在做一个提醒 当一个社会 聚焦在一个发展的时候 比如说在讲 其余的社会责任 能不能做得好 我以前读书的 我以前读书的 常读的 Michael Planner 你特别提醒 能不能做得好 就像你在 要用锤子钉钉子 能不能顺利的 把这个钉子 钉得好 并不是单纯你的 焦点意识 就是说我看着这个钉子 就可以顺利的把它钉 而是在你的资源意识 要够丰富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从小到大 从玩玩具开始到 真的拿锤子 经过千百万次的练习 所连结起来的 神经运动器材 能不能支撑 你这个焦点意识 想要发展 才是成败的关键 那以我自己 历练的经验来看 这个社会企业责任 其实是在整个 政治社会经济的脉络下 发展的一个趋势 30年前在台大城乡研究所 那时候 华昌宜老师 从美国回来 就说 台大城乡所是 他所知道最好的 这方面的研究所 为什么 他说因为 有左派 右派 中间派的老师都有 通常他所在的美国大学 大部分都是只有一派 比较少的人三派 那当然万国 一般人也认为我们 这样子只有一派 实际上我们也是 不只三派 那我们希望说 在发展社会企业责任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到 从早期的 现代化的理论 一直到 依赖理论 到后来的 整个 像柏林围墙倒塌以后的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发展 背景 要有 更透彻的了解 那你想做的事情 才容易成功 所以这个开场 谢谢